土耳其及叙利亚政災买入第九天 共在立地当作成务所当地基民 希望一家家住去 今天九华山地中午为了帮助 土耳其家庭以及日董 今天特别观看100万 跟台湾世界的万会 砍手救完进災 希望帮助土耳其及叙利亚 进灾之后救完 为了帮当地日董和家庭中间未来 土耳其叙利亚政災 到二月十三号位置 希望林苏金得到四万多人 你受益压在不断盘身当中 你在当地今次造成 中山东的大楼倒去 有万人跟没做立东 没房子可以回去 你为了帮助土耳其叙利亚基民 改叙救亚山地中安 并且菩萨成心造人的精神 特别观众100万 并跟台湾世界的万会 作为合作救完 希望帮助当地基民和立东 终于未来 我们看到那么多人在受灾中 我们这个心情也感到特别沉重 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说 怎么样可以去协助他们 那么刚好在世界展望 在家里有婚会 他们是一个在世界上 NGO组组里面 非常非常有公信力的 而且特别强调是在做 孩童的长期的重建 跟心理舞蹈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这一次是不是 由地藏安来带头 来刨砖领利 那透过世界展望会 把这个爱心送到土耳其叙利亚去 那么希望社会各界 能够发挥大家的爱心 来共襄盛景 在灾后里面 我想第一阶段里面 我觉得就是救命 也就是提供了我们这种 紧急的这种庇护 让这个灾民能够有个安全的 居住的场所 那因为现在当地 是非常的严寒 所以我们也提供了 一些基本的燃料 然后还有就是民生物资 预寒的衣物 在第一时间 能够让这些灾民能够保命 那接着就是七天之后 我展望会 我们也有做的这个 短中长期的计划 在短期的里面 我想刚刚提到 就是延续性 让这个灾民的生活 能够陆陆续续 能够安定恢复 你知道当地上 有计划生在 我们当事党的王政松 中100万的支票 交给世界电幕会 中区办事处 处处处处处 胡婉文 并由该 自政府代表建政 离世界电幕会 处处处处处 胡婉文表现 将会第一时间 提供物资 庇护所 保暖涉贝和燃油 并在 叙利亚西北部 和土耳其南部在区 进行在民安地工作 厚少爷中 当地 立东关华到北盘 也邀请他 更加响应 作为帮助 当地基民 中建加航 生什么地方 盖其菜 好 好的 再讲 吃和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频道 带您网络漫游 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 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 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 让大家一起出售 独自 我们的 我们的 声执行 我们的